这个是2013年Peple1第八题,Solve the Equation 这是一个Logarythm的Equation Log base32加Log base3跨弧X减4等于E 当我们要Solve一个Logarythm的Equation的时候呢 我们有两种的方法 第一种呢,第一种的情况 第一种的情况 就是当等号的左边和右边 各有一个同样都是BaseA的Log的时候 你看这边是BaseA,这边也是BaseA 如果等号的左右,各有一个以A为D的Log 那么我们直接就可以省略掉这个Log 然后写成X等于Y 既然这两边也一样 比方说这个X跟这个Y是相等的 第二种情况是这样的 刚才是等号的左右各有一个Log 现在只有一边是有Log的 另外一边是数字 Log baseA,X等于Y 那如果是一边有Log,一边没有Log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Log变回去Indesis OK,怎么变回去Indesis呢? 就是把它的Base 打它的底呢 把它移回去等号的另外一边 对对,把它变成Base 写回来这边 那么这个Y就变成它的Power OK,那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题目 它给我们Log Base32 加上Log Base3 X-4 等于Y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题目呢 我们要用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呢 我们来看哪一个比较像 那么它的左边有Log 右边没有Log 是不是 左边有右边没有 所以很明显的 它是比较像第二种的嘛 所以我们要用第二种的方法 但是如果是要用第二种的话 我们要等号的另外一边呢 只可以有一个Log 所以现在呢 我们等号的另外一边有两个Log 是不是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要用Log的方法 Log的Formula 把这个两个Log相加呢 变成一个Log OK 那么我们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公司 Log BaseA X 加Log BaseA Y 会等于什么呢 只要它的Base是一样的 两个Log相加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 变成Log BaseA X乘Y 注意哦 重点是 这个两个的Base 一定要一样 只要这个两个的Base 是一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两个Log相加 变成乘 那么乘的话 就是这个X 跟这个Y 相乘 两个Log相加 变成一个Log 然后呢 X乘Y 所以呢 这个题目 同个道理嘛 今天 它两个都是Base3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Formula 把它 结合在一起 Base3 2 乘3 X-4 等于什么 等于1 好 接下来呢 这个形式呢 就跟这个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 变去下一步 就是把这个Base 移去等号的另外一边 所以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要把这个Base3 移到去等号的另外一边 OK 当我们把这个Base3 移去等号的另外一边的时候 这个Log 就可以不用再写了 它就变成一个Indesis了 OK 就变成2 乘3 X-4 等于这个Base3 这个1呢 就是它的Power来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做下去 我们就要把这个什么样 我们要把这个2呢 乘进去这个跨弧 对不对 所以2乘X 变成2X 减掉 24 8 那么3的Power1 就是3 好 我们继续 solve这个Equation 所以2X等于什么 3加8 所以2X3加8等于11 所以我们要找X的话 就是等于11除以什么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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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